各位朋友 各位同學 大家好 今天是 Programming Design 的第二集 上一集跟大家研究過 我們如何安裝 Java JDK 作業環境 其實透過這些環境 我們已經可以編寫 Java 這個程式 但是如果我們只是靠 JDK 的話 我們用記事寶 或其他文書軟件去做 我們是比較麻煩的 所以今集我會介紹一個很好的軟件 叫做 Ellipse 這個軟件除了我們可以編寫 Java 程式之餘 還可以幫我們 Debug 不過在未安裝這個軟件之前 我想和大家探討一下 Programming 裏面的知識 其實我們是一般 Programming 裏面 在歷史到現在 分了不同類型 但是基本上我們分了兩大類 第一類比較古老一點 也都是傳統一些 我們叫 Sequential Programming 我用中文譯了我叫順序編程 比較新一些 現在我們在用 Java 我們叫 Object of Automatic Programming 這個 Programming 我們會用中文譯了 叫物件導向 它比較流行的程式語言 包括 Java 另外一種叫 Smart Talk 都比較流行的 但是這兩種 Programming 有什麼分別呢 如果我們要詳細研究其實都蠻複雜的 我簡單用一個例子 至於這個順序編程 我們可以形容為一個模型 我們買一套模型回來 假設是一艘船來的 這艘船的話 整個設計都在這個模型裏面 每一個細節 都是經過一個設計 統一出來的 我們想加一些其他東西 是不容易的 我們不可以說 另外買一個不同的模型回來 將裡面的配件放進去 基本上是我們做不到的 所以可以這麼說 整個 Programming 是由一體化 我們去製作出來的 雖然或者可以說 用不同人去分工去組織 但是整個設計 整個結構都是整體化的 至於這個物件導向程式語言 我們可以形容為一個 Lego 一些很小的積木方塊 組合而成 如果我們本來是一艘船的 Lego 突然間我們想加幾個輪子給它 除了在海水可以走之外 在陸地也可以走 我們不需要整個模型 重新去策劃過 或者重新去製造過 我們只要買另一盒模型 或者是一部車的 我們只要把裡面的車輪 放進船裡 我們只要正常的組織 這艘船可能會多了四個輪子 這是一個比較簡單的例子 其實這兩個programming的方式 我們裡面大家會有它的好處和壞處 當然了 你會發覺到 物件導向的好處會比較多 如果不是的話 現今不會完全流行了 我們用Java這個程式語言 但是 雖然說它的好處比較多 它仍然會有一些缺點 現在在我們坊間所使用的程式語言 C++ 或者是比較古老的 我們C的語言 其實現在仍然流行 所以兩種各有個特性和好處和它的缺點 但是作為一個初學者來說 我們現在所學的部分 兩方面是很相似的 特別 我們用C和Java 其實在裡面 你會發覺到很多 我們程式語言的編寫 甚至我們裡面的曲 我們寫的方法 其實都很類似 所以我們自己學了一種語言 另外想學另一種語言 就絕對不會困難 這個Pogaming 我暫時說到這裡 或者我們下次 大家慢慢增加在 這個程式語言的其他知識 開場的時候已經說過 我們會用一個軟件 這個軟件叫Elipse 這個軟件是幫助我們 用來編寫Java這個程式 我們可以去到Elipse這個網站下載 不過我建議大家 好像我上一集都說過 用回我現在用的版本 大家的介面完全一樣的話 我們去操作比較容易 雖然我所用的這個版本 比現在你看到這個 是夠一點的 但是操作上 也不會相差太遠 至於功能上 也足夠用一般初學者去應用 在這裡看到螢光幕方面 你看到我們這個Elipse 也是跟我們上次一樣 分了我們有32bit和64bit 分了我們有32bit和64bit 如果不是太清楚的話 可以看回我們上一集 究竟你的電腦是使用32bit 或者64bit 如果要下載這個軟件的話 在影片的下面 也看到有一個 雲端空間 一個網址 按入網址之後 你會看到 總數有五個檔案 和我上一集也說過 也曾經用過我們下面三個檔案 現在我們會用上面這兩個 上面這兩個分別的是 最頂一個就是64bit 程式 下面這個就是32bit 只要把它下載到你的電腦 就開始使用 當我們下載完之後 我們只要把這個檔案打開 這個本身是一個壓縮檔案 我們只要解釋之後 基本上我們是不需要安裝 我們只要按按按按按壓縮就可以了 壓縮完之後 你會發現 在資料格裡面 會增加了一個息子 當我們進入這個息子 就會見到 有一個叫eliops的息子 其實我需要 把這個息子抄去其他地方 我們可以直接使用 以下的步驟 我也會建議大家 與我做的是相同 在以後的影片我們可以同步處理我們的程式 現在我在電腦裡面,我在D磁碟機裡面 我已經開了一個叫Java Programming的資料夾 我打開它,只要把剛才我們看到的Elipse 這個資料夾我們抄過去 再一次打開這個Elipse資料夾 你會看到裡面有一個紫色按鈕 叫Elipse的檔案 我只要Double Kick打開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方便一點的話 也可以把這個Elipse的檔案 我們Wide Kick 把它放在桌面上做一個Shotcut 當你打開這個Elipse軟件 通常第一次時間會比較長一些 到這裡你會看到一個視窗 我們選擇一個Folder 我們按Bowser 在D裡面 剛才已經開了 我用這個Java Programming的Folder 如果你不是D 或者是E 甚至是C 我們同樣開一個Java Programming就可以了 按一下我們確定 之後我們OK 它便會繼續安裝 在這個畫面 我們暫時不需要理會 我知道在Welcome 旁邊我們交叉它 現在我已經打開了這個Elipse軟件 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 按按Final 按按Lill 我們選擇Project 按按這個位置 我們選擇Java Java Project Next 我們叫ProjectLam 我叫1 然後選擇 按下 Lambda 就能夠使用 這個 device 我們ouv 在我們選擇Cast 其實在Java 每一個物件我們稱呼為 Cast 整個一個大的 Program 我們可以透過不同的 Cast 組合成一個巨型 Program 但是一個 Cast 也可以作為一個小型 Program 現在我們開一個 Cast 上面第一行會見到剛才我們已經開了一個 Project 叫做 One 現在我們有一個 Package Package 我去 CH01 代表 Chapter 1 接著我做的就是這個 Cast 的 Follow Lamp 我叫做 EX01 接著在下面這個部位 我們在 Puppet 開啟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的程式 我們可以測試一下 首先 回到剛才的雲端空間裡 在中間這個檔案 EX01 我只要下載它 其實上次我們也試過 在這裏我再次提醒大家 如果我們只安裝有 Eclipse這個軟件的話 我們可以偏偏它的軟件 我們可以偏偏它的軟件 但是我們是絕對不去執行的 我們必須要安裝我們上一集提過的 JDEK 這個開發環境 我們可以下載它 我們可以下載它 然後我們可以直接打開這個檔案 其實這個檔案只要用記事本做出來的 你會看到裡面有一條 Code 看回我們的 Eclipse 我們可以比對一下 有條 Code 的內容 其實發覺是很相似的 這裡有一個叫puppet cars EX01 這邊也有 有些括號 中間的文字 我們暫時不理會 我們測試是否成功 我只要把記事本裏 這些文字 複製了 把它貼上我們的 ellipse裏 第一行 有個package 我們留下 由第二行開始 這些我全部不要了 我們可以按一按delete 接著我們把它複製回 剛才的部分 右鍵可以選擇 貼上 我們已經貼了剛才在記事本裏的 一些program code 完成後我們在這位置按 Save 基本上現在 完成了這個動作 接著我們要做的事 我想執行這個 程式 在上面你會見到 一個綠色的icon mouse 移過去 看到一個1字 我只要按一下 留意一下 這個 ellipse的下面 出現了hello well 如果你是同樣有這個結果 代表 你已經成功 安裝了你的軟件 以及已經可以執行到Java 這個程式檔案 至於如何編寫程式 有很多細節 我們留待以後 再跟大家慢慢研究 今集到這裏 拜拜